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 2月13、14号两天 一年一度的业务联合检讨会 在乌来训练所隆重展开 岑峰们齐聚一堂 除了了解各系统的营运概况 还特别安排了核能、绿色企业 及企业人文、社会沟通等议题 最后在黄董市长以 成功不是结局、失败不是灾难 未来人要用心投入 持续保有精进的勇气 如此起勉之下 画下了这次会议的据点 打破八年亏损的魔咒 103年台电缴出转亏为盈的成绩单 除了燃料成本回跌 及定价调涨的因素外 主要还是来自于同仁资资酷酷 点滴节省 降低资本支出、土地火化 与IPP谈判成功等等 在各方面开源节流的成果 相较于102年来说 算是成功 可是你若往前再看10年 或者可能的变化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基础 其实还是很不弱的 所以我们在心态上 成功不是结局、失败也不是灾难 重要的是要用心投入 跟持续静静的勇气 今年的业务联合检讨会上 董事长已用心投入 持续精进 勉励再做主管 不应该以103年的成功为结局 同仁们仍需再接再厉 持续朝对的方向迈进 并强调加法更加 减法再减的经营观念 那我们事实上 对的事情要加法更加 不对的事情要再把它减加 所以创造价值降低成果 你如果很清楚 知道你在哪里 那么你就比较知道 到哪里去 并不需要我来带你去 因为这个基本的任务 跟社会的环境 自然就会带着 往对的地方走 绿色企业 社会沟通 及企业人文等议题 都在这次的会议中被提出 可以看出台电人的观念 正在改变 而只要坚持下去 就如同董事长时常提及的 小小的改变 能够激起大的联漪 期许我们的2015年 共同跨步 迈向转型的新前景 林佳慧张志荣 台北乌来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英望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